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我的师父 他 他已经看见了 我跟他的约定 我达成了 师父是我半个父亲一样的人 我跟他之前的约定就是 大运会我要拿竞牌 我现在也完成了 他肯定 他肯定看到了 他肯定看见了 我跟他的约定 他之前的约定就是 大运会我要拿竞牌 我看你在起跑的前十米二十米的时候 你眼睛是往下看的 你的眼神很凶 你当时在想什么 我知道你一定有变了一股气 我就是想把自己的节奏给 给跑下来 然后完了之后 不去在意别人跑怎么样 就是把自己的节奏跑出来 然后我那样心里就是憋着一口气 是想拿这个罐子 我看你现在都是 这里都是吃的 是汗水还是泪水 泪水跟汗水混杂在一起 对 对 谢谢 现在我看你做场面 看这个百米佛法 我好激动 因为他也祝贺他达标了奥运会 对 我觉得他自己还是有点遗憾吧 因为我的目标还是说想要达标奥运会 就是还是要向他学习 不是 那自己还差一些 我感觉这里 来我这里 是莲花体育场 他同学是我21年开始扎了 所以我想在自己家门口 也延续成了好运气 然后今天还特地反抗 起立 起立 什么强观感说 我觉得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强 就是一直有了这个坚定的信念 今天我要完成我跟师傅共同的目标 所以坚持到现在 以前我总觉得 一个人努力就会有回报 但是 我现在还明白 努力有了回报 并不是因为自己的努力 背后还有千千万万个的人支持你 所以说这个份努力 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努力 是大家共同的